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 黑格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极大成者 黑格认为 康德则是在理性的形式自身中 确认了这个世界的善的可能性 其实他还只是停留在应当的范围内 康德的绝对命令 如何成为现实的建构社会秩序的根据呢 人类社会世界的传统的价值 都应当一一的 为这种只是主张应当的理性形式 来加以排除吗 或者简单的说 黑格认为 康德仍然停留在主观性的范围 当然这个主观性不是 什么情感的主观性 感觉的主观性 而是理性的主观性 各个要求我们 或者他认为我们应当 正视现实的历史 在人类现实的历史当中 我们发现 不断充满了争斗 非理性的冲突 战争 要求消灭敌人 自从历史舞台上 人类的争斗 它究竟来自哪里 面对人类的 长期的 争斗 绝对命令 能起怎样的作用呢 它现在是那么的抽象 这是提出了 因来 就是人类社会 应当如指 但它回避了石栏 就因然与石栏 因然就是指出 应当如指 石栏就是实际如指 因然与石栏之间的矛盾 冲突 如何来解决 康德提出了 理想的状态 但现实状态 为什么跟这个理想状态 有如此巨大的距离呢 何一个人认为 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康德对理性的分析和讨论 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一部纯粹理性批判 揭示了理性 用来认识自然界 所具备的一系列范畴 叫先天认识形式 这件理性批判 分析了人类建构 社会关系的理性 所固有的原则 他把它成为绝对命令 达到很高的境界 但是 与 欧洲社会历史的 现实 距离遥远 我们都知道 资本主义的兴起 让欧洲社会 从古代转变为 近代社会 两个思想运动 一个宗教改革运动 和一个启蒙的 理性主义运动 把欧洲人的思想 带入了近代 但是资本主义 展开之后的 历史现实 告诉我们 它充满了什么 非常残酷的争斗 以及两大阶级的风华 早期的 无产阶级的生活 是皆度贫困 触摸尽心的苦难 到处可见 启蒙的思想家们 所提出来的 关于美好社会的远景 没有一个实现了 他们曾经描绘了一个 自由平等 博爱的人类社会 但是资本主义 在欧洲社会的 现实展开 却是对这幅 图景的一幅讽刺画 黑格面对这样的一个 资本主义 最初阶段的历史 黑格仍然坚持 理性主义的原则 我们曾经说过 他胜战笛卡尔 在哲学的领域里边 是一个从头做起的英雄 他让哲学 在奔波了一千多年之后 重新回到 他的技术上来 这个哲学本应当有的基础 就是主体性的原则 但主体性的原则 在现实的展开中 却变成主观性 变成一种理想的 应当的表达 于是黑格认为 对理性的讨论 还得进一步深化 康德改出了一套逻辑 叫鲜艳逻辑 所谓鲜艳逻辑 就是其实理性自身的 固有的形式 康德找到了 12个鲜艳范畴 但是黑格发现 现实的社会世界 在他的历史过程中 充满了冲突和对抗 矛盾 对立 他认为 理性也应当能够解释 能够说明这些 对抗的根源 矛盾的根源 也在理性自身中 所以要改造逻辑学了 逻辑学是关于 理性思维的形式 和它的规律的学问 叫逻辑学 最初首创于亚历斯多德 我们现在所说的 形式逻辑 就是亚历斯多德的逻辑学 到了近代的康德 鲜艳逻辑来了 再到了黑格那里 逻辑学还得发展 提出了辩证逻辑 我们现在熟知的辩证法 辩证法作为一门 学说的完整的体系 是由黑格提供的 他用辩证法来说明什么 人类社会的争斗 对抗 说明革命 什么叫Dialectics 辩证法用英语来说 就是那个词Dialectics 辩证法 就是关于革命的逻辑 Dialectics is Logic of Revolution 翻译成汉语 辩证法 就是关于革命的逻辑 革命也是有逻辑的 逻辑就是理性自身的本性 逻辑是理性的形式 而理性自身 是有自我矛盾的 并且能够把矛盾加以克服 这一套逻辑就叫辩证法 我们中国人很熟悉这个概念 因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的辩证法 当然对他做了改造 所以黑格在西方思想史上地位极其重要 马克思曾经这么说过 在辩证法这件事情上 我要公开承认 我是黑格的学生 好 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辩证法 黑格对修摩问题 在康德那里所得到的回答 并不满意 黑格要完成一种综合 要能够把表面上看起来是非理性的冲突 也纳入理性的逻辑之中来理解 这就是底次讲的第三点 黑格的综合 什么综合 辩证理性 保证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 我们不要害怕革命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 都是革命带来的 什么叫革命 我们一看到这样的字眼 会自然联想到 街头暴力 流血冲突 不要这么狭义地理解革命 革命在文明的每一个领域当中 都是这个领域的进步的来历 社会革命 科学革命 哲学革命 个人生活也一次又一次地经历革命 我们如何理解进步呢 用英语来说progress 进步是怎么形成的 每一次进步都不是什么 线性的接累 你比方说 物理学的进步 并不是物理学的知识 由少到多 所见的接累起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丰富 物理学的进展并不是这样的 物理学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革命带来的 物理学革命 比方说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就发动了一场 物理学革命 来克服19世纪末叶 欧洲物理学的危机 用相对论的物理学 来超越什么 牛动的物理学 这是进步 世上革命带来的 我们可以充其为物理学革命 在化学的领域当中也一样 人们在解释燃烧现象的时候 最初化学是这么解释的 某种物体能够燃烧 某种物体不能燃烧的原因是什么呢 能燃烧的物体里边包含燃数 那个元素的数 所以这个物体就能燃烧 不包含燃数的物体是无法燃烧的 这是化学上曾经有过的燃数说 后来革命发生了 先是普利斯特利 在他的实验室里边 吸出了一种以前不知道的气体 但他能够让燃烧更具体的发生 于是呢 普利斯特利就冲这种气体叫火气 那么拉瓦歇 重新解释了这种气体 普利斯特利说的火气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氧气 两个氧原子构成了一个氧分子 这叫氧气 拉瓦歇重新理解了这种新发现的元素 新发现的气体 拉瓦歇说什么叫燃烧 并不是一个能燃烧的物体里边 包含着燃数 燃烧就是巨力的氧化反应 把蓝数这个假定的存在 在化学中清除出去 用氧化反应的说法 理解来重新解释燃烧现象 接受了蓝数说 这是一次化学革命 每一个文明领域中的进步 都是革命带来的 好 这一讲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会继续沿着这个问题 展开讨论 那么什么叫革命呢 革命就是范式转换 比如说每一种学说 每一个理论 它都有一个中心范式 根据这个中心范式 这个理论来解释 它所研究的对象 比如说物理学 在牛顿物理学 这个理论当中 它的中心范式是两个基本概念 这点和列 用这点和列来解释一切物理现象 这点和列就是牛顿物理学的中心范式 物理学 物理学遇到危机了 19世纪下半夜 由于热辐射现象的发现 然后把热辐射现象放到一条定律当中去 就普朗克的量子定律 将能量的传递呀 不是连续性的 而是非连续的 一份一份的抛出去 每抛出一份叫一个能量子 简称量子 能量传播的 规律 被成功地放到数学公社里去 那叫量子定律来了 但是这条量子定律 无法跟牛顿物理学的中心范式 相同意 相一致 这就引起了一个年轻人 发动一场物理学革命 这位年轻人就是爱因斯坦 用相对论的范式 取代了牛顿物理学的范式 这就是一场物理学革命 它带来了物理学的进步 这叫范式转换 为什么范式转换 一定就意味着进步呢 比方说 假如我王德峰突发奇想 我明天提出一个新的物理学范式 来取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物理学范式 我可能会这么做 我重新理解自然 提出一个新的理解范式来 要得到公认啊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 相对论物理学没有被我否定 而是被我的新范式包含进来了 成了我的一个新的范式中的一个环节 它不是被简单的否定了 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物理学 没有简单的否定牛顿物理学 而是把牛顿物理学 包含到它的相对论物理学里面 使得牛顿物理学成为 相对论物理学的一个special case 叫特例 这样将牛顿物理学成了什么 相对论物理学的一个特例了 这是件什么事呢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物理学的公设 经过必要的转换 都能成为牛顿物理学的公设 它能做成这一件事情 但是牛顿物理学的公设 无论怎么转换 都转换不成相对论物理学的公设 这就是后者包含了前者 牛顿物理学的公设 可以描绘大尺度的与观世界 也可以来描述 微观世界就是基本理智运动的世界 这些公设 中国必要的转换 就成了一个什么 描绘我们通常讲的 宏观世界的物理现象的公设 而宏观世界的物理现象 都是在牛顿物理学当中被表达了 前者牛顿物理学 因此就成了后者 相对论物理学的special case 特例 这才是什么 真正的进步 物理学领域中的革命是这样一种 泛舍的转换 后面的泛舍 使得前面的泛舍成为特例 人类社会的进步 也是这样革命带来的 社会革命带来的 以欧洲做例子 资本主义社会取代 封建主义社会 这是一场社会革命 那么封建社会的经济 封建经济的核心反射 中心反射是什么 因为封建经济就是以土地 所有权做基础的经济 在土地所有权当中产生了一种财富 丰沛的方式 叫地珠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地珠仍然存在 但是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的 中心反射 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反射是资本 capital 什么叫资本 能增责的货币 货币的增责叫什么 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反射 它并没有把地珠否定掉 而是让地珠获得新的意义 地珠成了什么 资本利润的一种形式 成为剩余价值的一种形态 剩余价值有三种形态 地珠 利润 和利息 所以地珠成了资本的一个special case 特利益 它没有被否定掉 封建社会的经济所取得的成果 以一种新的意义存在 这个新的意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予它的 这是一次什么 确凿无疑的进步 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是一个progress 这个进步 这个进步是什么 生产关系的革命带来的 革命就是泛舍转换 人类文明的每一个领域的进步都是革命带来的 比如说学习 我们学习科学 从小学开始学习最初的自然科学叫自然常识课 或者学习数学 算术 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 我们学习科学或者学习数学的一个过程 我们会从表面上理解 它是个自射不断的有少到多的接累过程 但学习的过程的真相并非如此 学习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要经历一场革命 好 这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讲我们会继续沿着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以数学的学习做例子 我们最初进入数学 是通过把握到一个自然术的概念 我们在海体时代 父母就教我们数数 最初简单的方式用十个手指来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么十个手指不够用了 不够用可以有教学工具 教具那个架子上面穿着不同颜色的珠子 我们来做加法运扇 减法运扇 就在自然术的观念里了 进入了小学的学习 终于要学分数了 现在是几年级学我不清楚 或是三年级或者四年级小学 我们开始学分数 那么数学算数老师就教我们 怎么进行分数的运扇 教了我们一条规则 分数的运扇 第一步先要找到什么 分母的最小公倍数 这叫通分母 比方说三分之夜加二分之夜 你怎么加 你不能把它变成五分之二 你要找到三这个分母 和二这个分母的最小公倍数 这个最小公倍数就是六 通分母的规则 好 那么我小时候也经历了这次 分数的学习 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会进行分数运扇 都会通分母 但我们究竟知道不知道 为什么要通分母 这条规则来自哪里 这是我们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 遇到的第一个数论的新概念 新观念 教分数 这是一场革命 实际上在教分数的时候 对小学的数学老师要求蛮高的 一场数论革命来了 你该怎么教 你现在让学生领会到分数这个观念呢 怎么个教法 我后来才知道 我后来长大之后 包括进入大学 学习数学 我们哲学系以前都有规定 哲学专业的本科学生 必须学高等数学 必须可 当然现在这个规定没了 我后来才明白 为什么自己成不了数学家的缘故 就是学习数学的第一次革命 我没有成功地过关 我只知道通分母 一辈子会通分母 不知道为什么通分母 我想老师应该怎么教才好呢 应该讲一个故事 父亲买了一块蛋糕 他有两个儿子 一个大儿子 一个小儿子 他把蛋糕带到家里来了 跟两个儿子这么说 这个蛋糕你们来吃吧 但是有规则 哥哥年龄比弟弟大 可以吃这块蛋糕的一半 两分之一 弟弟的年龄比哥哥小 他就吃这个蛋糕的三分之一 你们要严格证实这条规则 然后父亲走了 兄弟两人就来琢磨 怎么封这个蛋糕 一开始他们很急 拿一把刀来 把整个蛋糕一切为二 一分为二 那当然了 哥哥是能拿到其中的一半 两分之一 那么弟弟只能吃三分之一 这三分之一如何取得呢 他们后来发现 这一刀劈开来以后 一分为二没解决 一个问题 三分之一如何取 那么兄弟两人就开始商量 讨论 要找到一种方法 既让哥哥能够成功的获取 两分之一 也要让弟弟成功的获取 三分之一 他们琢磨来琢磨去 终于想出方法了 他们发现 我们必须先把这块蛋糕 分为六分 一旦分为六分 那么哥哥当然成功的获得 两分之一 弟弟也成功的获得了 三分之一 这件事情做成了 他们欣喜无比 他们自己获得了一个 数论的新观念 叫分数 而且知道分数的单位 一定是一 分数的单位是一 假如这个分数的数值 超过一 那叫假分数是吧 真分数一定是 以一位单位的 这就是分数这观念 来到他们的心中了 这是个数论的新观念 数学的最基础的领域 就是数论 数论是非常难的一个领域 比方说 哥德巴赫猜想 就是数论难题 到现在没最后解决 曾经论者是挣到了一加二 我们学习数学的过程 就是经历一场又一场 数论革命 后来数论革命又来了 比方说 这个数论革命是比达哥拉斯的发现 带来的 比达哥拉斯讨论几何学问题 一个折角三角形 它三条边的数量关系 怎么计算 后来发现了 当然中国人也发现了 称之为勾股定力 比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了 因此被称为 比达哥拉斯定力 是同一条定力 折角三角形 三条边的数量关系 是这样的 两条折角边 它们的平方之和 等于第三条边 斜边的平方 是吗 就A平方 加B平方 等于C平方 C就是斜边 这是我们小时候就知道的一个定力 集合学定力 叫勾股定力 或比达哥拉斯定力 好 现在我们假如遇到这样一个三角形 折角三角形 它的两条折角边分别是1 那么这个斜边的长度怎么计算呢 1平方 加1平方 等于C平方 是吧 C就是斜边 那么1平方 加1平方 等于2 2就是什么 斜边长度的平方 是吧 那么这个斜边长度 还没算出来呢 2等于C平方 那么C等于多少呢 开根号 说平方根 那么怎么开 开吧 结果发现开不进啊 1.4亿时候面会无限的小数可以延伸啊 它形成了一个无限小数呢 这件事情引起比达哥拉斯学派 巨大的惊讶 惊讶在哪里 这样一个折角三角形 它的两条折角边分别是1 所以是个等腰折角三角形 那么这个斜边C 长度该怎么计算 1平方加1平方 1平方加1平方 就是2 2等于C平方 C等于2开根号 是吗 开不进啊 带来了一个无限小数 但是我们同时知道 这个斜边从A点到C点 这个长度是不是个确定的数 它肯定是个确定的数 是个确定的数 但却无法用数来表达 因为它有无限小数 一个无限小数 又同时是个确定的量 一个几何学上的发现 引发了一场数论革命 终于一个观念来了 这叫无理数 一场数论革命来了 从这个沟谷定理 或比达哥拉斯定理 当中会发现什么 开不进的 开根号开不进的数 于是无理数观念成立 对数要重新理解了 重新理解自然数 重新理解封数 它们要从有理数和无理数的区分 来获得它们的新意义 自然数并没有被否定掉 封数也没有被否定掉 它们所谓有理数 那么还有一类叫无理数 革命发生了 为此 比达哥拉斯学派 举行了隆重的庆典 后来数人又继续发生革命 是什么革命 虚数的发现 虚数的发现 又对数重新加以理解 有理数无理数都属于石数 与石数对应的是什么 虚数 就是一场又一场数论革命 所以你学习数学的过程 就是经历一场又一场数论革命 革命带来了真实的进步 数论的革命带来了数学的进步 这个进步表明 为什么它是进步 它把闲前被理解的那个数 来给予它获得一个新的意义 从一个更广阔的意义上 重新被理解 所以你在数学的领域当中学习 每一次数论革命 你都要成功地经历 你才有什么真正的数论思想 而不是简单地习得运算的方法 我成不了数学家的原因 就是第一次革命的官没过好 后面的官都过不了 到了高等数学 微疾风学习来了是吧 微疾风学习 要给你一个观念 叫极限概念 那么老师就在课堂上讲极限了 极限是这样一个数 它无限趋向于零 又是个确定的数 我听了啥调了 它无限趋向于零 又是个确定的数 这什么意思 我们本科一年级哲学专业 学了高等数学 这一个学习 我就始终在跟极限概念 搏斗呢 挣扎呢 终于还是没懂 期末考试我到分数当满高 96分 求导啊 维基风运算 我都会 就是没懂过 什么叫极限概念 到现在都没懂 你知道 我能成数学家吗 不可能 因为我没有完成 没有成功地过一次又一次数论革命的关 所以学习的过程也是个革命的过程 而革命的过程才带来学习的进步 该怎么教自然科学 该怎么教数学 其实对教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老师提出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要把他所教的这门科学的根命史拿出来说清楚 脱离自然科学的历史来教自然科学 这是我们 十项 特别是基础教育领域当中 学习自然科学的教学方法 没做到的 都是脱离自然科学史 脱离科学革命史 来教自然科学的一个又一个自射点 于是学生缺乏一种能力 把不同的自射点 穿连起来的那个问题线索 他抓不到的 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 科学自身的进展也是革命 每一次革命带来了真实的进步 科学的进步不是自射的积累 线性的积累 而是连续性的中断革命的发生 反射转换 好 这一讲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会继续沿着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大家好 我们接着上一讲的内容 继续来看这个问题 反射是如何转换的 它有逻辑 把反射转换的逻辑说出来的 叫辩证法 黑格就提供了这样的辩证法 我们再度声明一下 什么叫辩证法 革命的逻辑 反射转换是有逻辑的 所以理性自身的逻辑 所以黑格提供了辩证逻辑 学习是革命的过程 社会的变革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革命过程 社会的进步也是社会革命带来的 革命也是反射转换 我们刚才举了例子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 在欧洲 就是生产关系的 反射的转换 有逻辑的 黑格要把这逻辑指示出来 那么个人生活也是如此 每一个人 人生 其实也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革命 也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反射转换 比如说我们在海体时代 开始接受家庭教育 后来又接受学校的教育 其中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内容 是怎么做人吧 教书第一是育人啊 怎么做一个政治的人 一个作为人成其为人的人 那么家长教我们 学校也要教我们 那么你就慢慢长大 知道做人该怎么做 突然发生一件事 你进入青春期了 你知道了男女之情了 也不知不觉当中恋爱了 叫fall in love 坠落爱河 一旦你进入爱情 意想不到的空恼也就来了 面对爱情带给你的苦恼 以往的家长教你的怎么做人 学校教你的怎么做人 意义都用不上 革命来了 鲜鲜的饭是没作用 没意义 你要成功的经历一场革命 爱情是座伟大的学校 每一个男人和女人注定要进入这座学校的 通过这座学校我们才能成长 精神上成长 心灵上成长 我们要成功的在这座学校毕业 爱情是我们心灵巨大的幸福 它同时也会带来我们巨大的苦恼 如 林黛玉跟宝玉的爱情 多么苦啊 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耳兵私母的长大 是吧 因为贾母疼爱一个孙子一个外孙女 让他跟自己住在一起 那么两小无差 一起长大 自然跟别的姊妹的关系就不一样 他们也不知道已经爱来了 后来就来了 就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呢 这个待遇总是不放心 总是觉得宝玉是否真的爱我 宝玉也是不放心 宝玉像我每一次有所表白的时候 你就坚决的拒绝 不让我说话 究竟你心里有没有我 拿折腾了 折腾到后来最厉害 吵啊 三五天要吵一次的 那么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什么 林黛玉哭着 把自己给宝玉的那块玉上戏上的碎子 用剪刀搅了 这一搅 宝玉心痛不痛啊 痛得不得了 拿起这块玉往地下摔 他我也不要这个老舌子了 惊动了那些婆婆们 这件事情可大了 马上去报告给贾母听呢 贾母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赶到肖像馆来 一看两个人闹成这个样子 他也心里很难过 拖着宝玉走了 这是爱情最苦恼的一段 第二阶段 后来贾母想 第二天本来就是 讲话要看戏的啊 一个宝玉来看戏 一个代言来看戏 看戏了这两个孩子也就和好起来了 贾母满心期待着他们一起来看戏 结果第二天 两个人都不来 把贾母急的 开始说话了 我这个老不死的 偏偏遇到两个小冤家 还是找死了的好 眼不见心境 又说了一句话 真是不是冤家不剧头啊 其实两个人都很后悔的 待遇也很后悔 宝玉也很后悔 但是都是不想出来 认错的 但是他们却听到了 贾母说的话 传到他们的耳朵边上 不是冤家不剧头 这两个人平时都是 杂学旁书 看了很多书 偏偏没有听到 民间有这样一句话 他们听到这句话 各自都在那里 像餐餐一般的餐起来了 因为这句话 给他们巨大的安慰 爱情本是那么的幸福 为什么如此的痛苦 原来是冤家剧头了 还是证明 他们爱情的正式性了 一个在怡红院 就是宝玉 对月长须 一个是肖乡馆 在肖乡馆待遇 临风杀泪 那么书中是这么写的 人居两地 情发一心 你看爱情痛苦不痛苦 然后他们终于进入第三个阶段 就是通过第三十二回 他们有了肃肺腑的机会 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于是他们的爱情进入第三个阶段 万里清空 待遇的性格都变了 不再是死小性子的 那么的可爱 好 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 爱情是做学校 你在这座学校里边成长 经历一场革命 人类生命情感最深刻的部分 就是love 人情人暖是极次 无非男女爱情 好 那么谈恋爱了 在恋爱过程中 他又要面临革命了 为什么 爱情发展的最高境界的时候 就一定要导向婚姻的 这两个人如此的相爱 就一定会要做一个决定 克服种种的阻挠障碍困难 要走在一起 爱情就其本性 一定要导向婚姻 好 终于进入婚姻了 革命又来了 反射转换 一男一女在相爱的时候 他们的交往的反射是什么 美学的 手拉着手啊 压马路 花钱月下 温言宽语 现在他们部落了婚姻 他们还是那样子的吗 天天花钱月下 手拉着手 压马路 不 他们面对的是什么 柴米油盐 现实的日常生活来了 爱情消失了 没有 没有消失 但它必须发生 转换 转换成什么 中国汉语当中有一个词 叫恩爱 恩爱 恩爱是这样一种 情感联系 是种亲情 但这种亲情又没有血缘关系做基础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的亲情 就是夫妻之情 他的本质是伦理的 先前的爱情是美学的 这一次革命一定要发生 爱情不是被否定掉了 当然我们以前听说过一句话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婚姻会葬送爱情 不 其实是革命发生了 爱情成为恩爱的一个环节 一个special case 特例 两个人开始共命运了 共命运了就是什么呢 互相帮助了 于是在伦理的意义上 他们接了一份更深的情感 这份情感 中国人表达得非常好 恩爱 这个恩就是伦理性责的关系 一日夫妻白日恩 但父母给我们的恩典 是由血缘关系做基础的 夫妻之间的情感 亲情是没有血缘关系基础 他仍然是爱 叫什么恩爱 欧洲语言 无论是法语 德语 英语 西班牙语 都找不到这个词的 他们永远说love 到七八十岁了 还说I love you 其实这个love 跟当初的love 根本不一样的 是泛舍转换过了 但是爱情没有消失 它是special case 确实是到 一对恩爱的夫妻 他们也会 手拉着手 到电影院看电影 他还要像以前 赖爱国一样 曾经做的事情 这叫special case 特例 主导的范色就是恩爱 共命运 风雨同舟 甘苦与共 这就是说 人生也是 一场又一场革命 而革命就是 泛舍转换 你要成功地 经历过这场革命 你才能走下一步人生 结果有的人没成功 他始终没有能够 过好什么 由爱情转变为 恩爱的这次革命 他没经历成功 于是这样的人 恐怕一辈子去爱吧 但他就没办法 生化到恩爱呢 这是人生的 价值的一个 严重缺险 缺失 那么后来又要革命了 什么革命来了 孩子生出来了 自己成了父母了 一场革命 终于又来了 于是 他们的恩爱 具有了新的性质 新的反射 养育后代成了 他们共同的事业 在养育后代的过程当中 他们才更加领会到 要报父母之恩 于是人生进入中年 这次革命如果成功地 经历了以后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对父母 能够报答他们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 孝 孝敬 我们能够什么 尽我们的全力 为自己的孩子 开北条光明幸福的人生道路 于是那首歌就这么唱 时间都去哪里了 叫中年 人生折腾最高峰的时期 后来退休了 孩子长大了 你也老了 退休了 根本又来了 退休了 不知道该怎么过人生 这就是个人人生道路上的 一次又一次 Revolution 好 这一讲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会继续沿着这个问题 展开讨论 对 拿字幕志愿者 築 艺 hast 过